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到底是什么事呢? 就是说现在大部分很多留学生 其实很多留学生想走这个所谓的毕业后 就立刻申请公签 再由公签就变成加拿大人 但当做老都说要收紧 这班公签想拿公签的留学生 就不能继续留在这里 一毕业就等于要回归 他们是不能容忍的 所以就立刻做了一招 就是说我们要做申请难民 即是等于香港19年那帮小伙子 老板 读一下书 读到好地地 林毕业的时候 变成难民 这么搞笑? 是 所以现在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说一下 其实现在计算过 由今年的1月到8月11日 到今年的8月31日 总共有119835人 申请做难民 是不是都是印巴裔人士居多? 没有说到 如果你说的话 就被人说种族歧视 所以他都不肯说 但是其中里面 就有大约1万3人 是国际留学生 或者拥有学生签证的人 所以其实是不停地 已经有一大批这些人 就说来这里 叫做难民 根据这个记录 在2018年那时 究竟有多少人申请 用这条途径来申请难民 不过是1510 过了10 2018年到现在 6年之间 升了6% 很夸张 但是加拿大政府的法例 就是这样说的 你和我们不会阻止任何人 申请难民留下 大约用10个working day就可以了 过 听着 不过 能否让你继续留下 是另一回事 就是他们已经不管了 总之留下就算 OK OK 厨都搞了这些事情 其实当厨都 我们之前有说过 厨都说要收紧 已有人提过 他一定会发生 现在的回应就是说 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分辨 哪个是真正需要取得庇护的人 或者想捐弓捐骂 走来 就是当是一个short cut 就是当是一个捷径 拿得我们加拿大公民 或者这个永居身份的人 我们一定会严正去对付 而我们这里的移民部长 亦都说他们留意到 有几多个国际留学生 做这些事情 而且升得这么紧要 是一个讯号警号 尤其是 在今个月 9月4日 捉了一个涉嫌恐怖分子 这位20岁的人 我们在另一节已经提过 想着去乔复 经非法途径南下 搞恐怖袭击 发现原来他的底下 都是Visa Steel 所以令到这件事 越来越消越厉害 令到加拿大政府 越消越厉害 由于是这样 令到很多印度留学生 越来越担拒 而现在的数据 到底有多少印度留学生 在加拿大呢 这么说 到2024年的7月 是有10万7385人 10万个印度留学生 留在这里 挺难搞 是啊 他们很多 其实都是 因为听到加拿大 开放 他们原本想着 要经过这个 毕业 拿毕业后签证 再用快速通道 但现在已经关门了 怎么办呢 所以有人访问这群留学生 发现这群留学生 很多都是经由 为什么他们会走这条路 当然是有人煽动他们 有很多移民中介 教他们走这条路 但现在一收 不停传出去 令到很多人开始却步 原来今年6月 留学生签证数量 今年6月 已经开始断 跟2023年比 已经少了20% 所以有些移民中介 就说 其实我们这里 有很多的留学生 印度那些 我们联络过 他们说 我们都知道这个消息 我们不会再来加拿大的了 我们会去德国 英国 美国 那些都是收紧的 但是相对 可能的资讯 因为加拿大有很多印度人 是的 我们这里的资讯 他们传过去 他们会知道 其实每个人用WhatsApp 说来说去都会知道 他们访问了一个叫做 阿星的21岁的人 这个也是印度北部旁车普邦 他说他一直梦想到加拿大留学 但是他跟那些朋友 就是在网上谈 对加拿大很多负面评价 他说生活成本很高 又难找工作 真是 我不知道这些是谣言还是真 但是我听到这么多我都害怕 我不会再将加拿大作为首选 我准备去澳洲留学 去探访真BC 澳洲都是收紧的 是的 其实整个西方都是收紧的 是的 其实我有个看法 西方很多政府 其实暗中是打了六通 例如五眼那些 他们的政策 不会单单说我这样做 你不会这样做 很多都是说 大家是互打通讯的 那种情况 等于什么国际组织 互相会有通讯 那这位升哥 为何说执意去澳洲呢 原来他哥已经去那里定居 哦 那当然在那里说 我要读工商石事馆 你 这样 而加拿大的政府 其实就是 我们说过 对于什么 学生配偶工作 许可证 是全面收紧 甚至想一呼一蹊 祭泥 都是不可能 而原来他们还有一招 再读一点的就是 将国际留学生 你要输出你的生活费用 即是你说你有多少钱 你才准来 他怕你不知道来到干什么 将他们申请的金钱 那个金额 是上升了一回以上 哦 西洁一批人 是的 你没有钱不要过来输 说清楚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就是自己抵死的 因为在2015年 2015年那时候 刚刚是草刀选岛做总理 那时候 加拿大的国际留学生数量是35 现在是超过1 基本上 最多就是印度人 中国就排第二 当然现在中国 就不会说有那么多 而其实有很多司立学院等等 是靠这些来收钱的 无论你是野鸡大学 还是一些名牌大学 都是靠这些来收钱的 由于他这样做 令到有一两间大学 直接说 我们要停收了 因为日不复资 因为你的留学生多了 你就要请多些教师 现在你少了留学生 我当然是要停一停课了 有一些留学咨询公司 就接受访问 我们每年帮成千上万的学生来加拿大 但现在已经减了25% 因为有六至七成的学生 已经不想再来加拿大 他们转战就会去欧洲 例如德国法国法困难 另外如果你说你读书 有一个留学生 他原本是读书 英少年和儿童的专业护理 但他觉得这样做 好像找得不够 不如转去做牙科 谁知道他歪打正着 因为现在厨都这样 转一转 牙科分数就高了 这事便可以留学生 OK 这样真的会歪打正着 没有说错 他直接接受访问 如果我继续读书童狐狸科 可能现在就留不下 其实他说 他有很多朋友在抗议 因为你们读书的读书 是不够分数的 加拿大政府觉得 你们想取公签 毕业后公签 想都不用想 读完之后便会被驱逐 所以很多麻烦 这位留学生也说 我有很多朋友都已经申请了 这条路 相当之滑 你当加拿大政府死 但问题是 他不敢做又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收紧了PGWP 毕业后工作签证 你收紧了之后 你原本读一些野鸡 还是不受承认的 你毕业后 你需要一百十日之内 找到一个他承认的工作去做 基本上找不到 而很多人 常常去看WhatsApp TikTok 信那些 所谓移民顾问 我可以帮到你 那些 全部都是 所以 造成有一部分人 就说 不行了 我要走 不识挺而走 不识挺而走 避免走 美国就是这样的 洋踢你走 被人困 反正那些都是蛇头 你死你事 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这样的 是否可悲呢 你这样只是证实了 你其实不是来读书 对不对 你是来读书 你是学生签证 你转公签 都是一个方法 但是你公签不行 你转难民 这么突然 大佬 我是衰多的 正如我刚才说 有些官是这样说的 他议移民部是说 加拿大是不会阻人去签难民 但是 我批不批你是另一件事 你喜欢留下 我就留下 但我相信 没多久 又会有人挂 我做难民 收了政府多少钱 好威威 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事 其实有些学者 就在这里 罵我草都 你草都的 永居的政策 基本上是不停搬农门 你想怎么搬就怎么搬 这个是你 小道的话 告诉你 我也是尽量收 当时真的需要 那么多的学生 或者那么多的新移民 但是 你那个增长率 已经到了一个 收不下的情况 我肯定收紧 那不是搬农门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我觉得是太激进了 甚至 但是他在2015年的大计 刺激了很多人 是 现在领了 现在领了 是多得 但是到底怎么算呢 大选之后就会知道 明年下 明年应该秋季就会大选 虽然他是不停被保守党猛攻 但是都是一句 一时间是 一时间是推不下来 现在这个难 这个暂时是一个乱局 而且发现很多传媒 都是 说这件事说得很紧要 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他是揽收 很紧要 所以他才收紧 其实很多人在转这个空隙 转法律 所以就逼他收紧 没有办法 只是一个循环 也是那句 希望 我又不想见人衰 但是收紧也是应该的 不法入境的人 是需要这个厌证 现在非法入境的肯定 现在是学生那些 如果还有一个多月 或者即将毕业那些 怎么办 好多人 你这样肯定出来抗争 老闆 所以现在不是天天出来抗争 在大学那班人 每个礼拜都出来抗争 其实他们很担心 你都要一个出路 或者怎么样 你都要解决 整班人在 整班人在 整十万人在 那你怎样呢 Trudeau是不理你 正如十几年前 哈柏也是不理你 你自己搞定 关我什么事 最紧要的是什么 我Trudeau 能够继续做总理执政 他为了继续保住权位 被老婆找个高跟鞋 作爆个头 来搞离婚 都制了 家丑不出外传 他都肯了 我相信他已经下了死手决心了 都是那句 未来这一年半载 都是麻烦的 即加拿大的政局 乱都不会乱得很厉 不过 民生苦 没办法 那好吧 我们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